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周强嫁祸习近平内幕极深 1月14号在习近平出访瑞士的前一天 中共高级法院院长周强召开全国高等法院院长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提出要抵制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 那么周强选择习近平出访这个前夕 发这通话我觉得是用了心思 而且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分解一下 首先据说周强这方话的依据是习近平在对政法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 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面谈到 说2017年要不要维护国家政治安全 特别是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的预测预警和预防能力等等 很显然 首先习近平并没有说 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是一种安全威胁 这个是周强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分析一下 对习近平阵营而言 到底他的真正的安全威胁来自于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来自于两个地方 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江派 我们知道近几年以来 习近平反复强调了 就是来自党内江派的阴谋家野心家 这就包括像这个薄熙来 是吧 周永康 还有那个郭伯雄 徐才厚 令计划 这些人 另外的话 习近平所讲的拉帮结伙 团团 伙伙 这个实际上就是指的江泽民犯罪集团 而习近平 这个近几年以来 以反腐的名义 抓捕的这些 大参观 是吧 绝大多数 都是江派集团的成员 而且习近平阵营 具体推出的这些改革措施 实际上 比方说像这个 废除劳教制度 是吧 降格这个政法委 而且大规模的军改 是吧 还有这个 出台这个问责条例 以及成立 这个监察委等等 哪一条 哪一个事情不是针对江泽民 这个犯罪集团呢 都是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阵营啊 实际上早就预见到 来自于江泽民 这个犯罪集团 这个威胁 提前做了这个 打击他们的措施 做了预防措施 这是第一点 这个威胁来自于江派 第二个威胁 我觉得啊 是来自于 这个 中共内部 就是中共在历史上 所犯下的 对人民的血债 是吧 49年以来 中共杀了8000多万人 是吧 老百姓和民意都认为 中共既然犯了这么大的罪行 他就没有什么执政的资格 是吧 也没有合法性可言 是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啊 也就是说 习近平政权的安全威胁 实际上是来自于江派 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这种罪行 所以不彻底清除江派 是吧 不抛弃中共 来争取民心民意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阵营 是不能够解决 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的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 合法性的来源 是吧 他的这个 对江派 对这个习近平阵营的威胁 这个才是真正的 安全的威胁 是吧 而不是他 这个周强 讲了这个是什么 宪政民主啊 这个司法独立等等 这些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么既然现在这个威胁 来自于这个江派 和共产党内部这个罪行 那么周强他为什么要 故意的曲解习近平的意思 是吧 我觉得哈 这个周强他是完全知道 习近平现在 目前的当务之急 就是利用这个体制本身 利用这个体制啊 和权力高位 来清除江派 同时 是吧 通过提出 一线治国 一法治国 是吧 逐渐的走上 这个法治的这个道路 是吧 走上这个轨道 是吧 这个实际上也包括 当然是这个 要逐渐的废除 政法委对这个司法系统的 这种干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习近平他 所提出的这个司法独立啊 就是这个 包括司法独立 审判权 是吧 等等 这个跟西方 从在政治上 进行的这个司法独立 是有区别的 是吧 而且在目前 江派这个残余势力 控制了很多关键权力 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 来打击江派 是吧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这也是不得已的这个 这个事情 你不这么做的话 呃 很多事情是完不成的 在中国这个体制下 是吧 因此呢 我觉得周强 他是强调 这个 这个所谓司法独立 实际上是假借这个名头啊 来夹带私货 来这个 嫁祸习近平 给习近平埋坑 是吧 那这可以分三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 就是实际上是想挑起民众 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 我们知道这个 司法独立嘛 这个是普世价值 而且现在这个最高法院 当然是 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管制之下 是吧 你现在最高法院院长讲出这个 反对这个 司法独立 那等于好像是习近平也赞同你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货水引到习近平头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在阻碍习近平 依法治国 依陷治国 是吧 在这条路上走 是吧 习近平本来是要朝那个墓地走的 这个墓地地走的 那个现代问题你提出来说 反对司法独立 那个不就是制造障碍吗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最恶毒的 就实际上是把习近平 跟迫害法轮功 困绑在一起 是吧 这个周强 他明明知道 习近平 现在是在清理江派 而且呢 这个江振明才是破坏法轮功的元凶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 但是呢 周强本身 他是在追查国际的这个犯罪分子的名单上 他本身也参与和涉入了 破坏法轮功这件事情 他是有利益牵扯在内的 所以 这个习近平说有案必利 是吧 现在在两高就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已经积累了 二十多万 直接 这个控诉这个江振明的这个案子 是吧 但是呢 全部都被堵在那地方 是吧 因为什么 周强他本身 他是有利益在内的嘛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 中纪委的这个视察组 巡视小组啊 已经结束了对最高法院 在内的这个巡视 正在写报告 那对于这个 呃 周强来说 他当然是提心吊胆 甚怕这件事情被追查出来 我们知道 现在习近平阵营提出来一个 就是违规违纪 一定要惩办的 你现在习近平讲了有案必利 你现在周强 你在最高法院内 一个案子也没办 你这不是违规违纪 有意对抗习近平吗 对吧 那习近平 王几山追查下来的话 他感到非常胆战心惊 当然是要找一个理由啊 什么理由呢 他现在通过这个 发表这个讲话 是吧 通过央视播出来 里面讲到就是 要加大 惩处法轮功的这个力度 那如果说 习近平阵营的人 没有反驳这个 也就是好像是默认了 那么对于周强来说 他不是抓到一个理由了吗 他说 那意思就是说 你迫害法轮功这个事情 得到了默认 还在继续 那我不立案 也就是有理由的了 变成 所以说 我觉得哈 这个 这一次周强 他这么说 实际上是借题发挥 是吧 用反对司法独立 这个东西来 来交换习近平 对 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的 这个 这个默认 当然习近平 不会上这个当 是吧 但是他这种做法 实际上是 在埋坑 在 是吧 这种习近平挖坑 在陷害习近平 当然了 他这番话 能够播出来 也是跟刘云山 所控制的央视 是吧 脱不开干系 是吧 这就是第二点 就是说 这个 周强 嫁祸习近平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背景是什么 是吧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因为 他本身也涉入到 破坏法轮功这件事情 当中去 而且 要通过这件事情 来为他 不在 没有在 这个最高法院立案 来寻找一个理由 这是很关键 最后 我觉得对习近平而言 有两点 第一个 习近平已经做好了 最后抓捕江泽民的准备工作 而且也有能力去抓 现在是选择时机 但是有一点 就是习近平可能是对 在抓江以后 导致中共崩溃这一点上的认识 现在还不足 是吧 可能还有一点 犹豫不决 那因此 江派这个常委和周强 也就是利用这一点 想把习近平当局 跟这个中共捆绑在一起 是吧 实际上 这是陷害习近平 要害死习近平 其实啊 清算江泽民 清算中共 这个是一个 大势所趋 是吧 这是最大的民意 习近平之所以 有惊无险 走到今天 是吧 就是因为他顺应了民意 顺应了天意 那么如果 按照我的看法 就是如果说 习近平继续顺着民意 顺着天意走下去的话 那一通百通 不会有任何的 安全威胁 也不会有任何的安全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习近平 在 抓江之前 是吧 也是要 测试一下 是吧 这些现在当政的 掌握了关键 权力的这些官员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包括周强在内 是吧 测试一下 他们目前就是说 他们的派系立场 你到底是站在习近平这一边呢 你还是在江派这一边 是吧 那么周强 今天这个谈话 是吧 这个表现 实际上也 注定了 就是他 这个将来的政治前途 是吧 我估计 这个被拿下去的 这个 这个机会是很大的 总而言之呢 通过 周强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 江泽民 和 习近平之间 越来越 触及到 一个根本的核心问题 就是 对待法轮功的这个问题 而 习江之间 最后的摊牌 已经为其不远了 另外 习近平要实现 真正的国家安全 和自身安全 就只有是顺应民意 顺应民心 清算家人民 解体中共 而这也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必要条件 和基本的前提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